完成老年痴呆症的诊断 这是来自格拉纳达的公司NeuroBio的发现 该验血可以替代其他更具入侵性和不舒服的测试 如腰椎穿刺 相比较那些其他国家的与之相似的检验方法 它还提供了更好的结果 该项目也与一些研究人员进行了合作 在他们之中有来自格拉纳达 Virgen de la Nieve医院精神学系的系主任 这种新方法是基于五种血液中存在的标志物 从而区分那些患有老年痴呆症的人 患有老年痴呆症人的家人们看到了这方面的发展 是对抗这种疾病的又一次斗争 未来的研究的开展将会沿着这些路线 试图尽早鉴别相关的疾病 这个项目经过了三年的研究 感谢您的研究 感谢您的研究